哈喽 大家好 欢迎来本次开心 那今天我们还是来说图传 但是今天的图传和我以前做的所有的设备 它都不一样 那如果说图传这个东西是有一个技能数的话 它把一个对我们平时感官很重要的一个参数给点满了 首先今天的图传的主角呢 是萌马的这一套一发两收的一套设备 那这套设备其实我这个人会比较直接一点 我觉得大家肯定会说 同样是一发两收 那它和原子A5比会怎么样 而如果说它完全一样的话 我今天就不可能去做萌马这个单独收发的图传的视频 那说这套之前 我先把这个M1快速的带过 那这个是萌马之前刚发的一个叫小马M1的一个收发一体的监视器 那基本上和原子的A5是成对标的一个关系的 它们都拥有着1000尼特的屏幕 包括像比较长的续航 实际续航使用下来之后呢 原子的A5会稍微好一点 那在全功率下 那原子这边是三小时二十分钟 那然后小马这边呢是三小时十分钟不到一点 那基本上是属于同一个级别 还有就是它们都拥有1000尼特的高亮显示器 那今天呢都可以套LUDs 也有常规的波形图 无视波器尾彩色或者是对焦辅助或者是放大 那所以基本的功能其实可以说是大差不差 那区别就是在相对于原子A5这边呢 某马这边的使用呢更加倚仗这个完全触控的屏幕 机身的侧边按键里面除了背面的这个开机按键 那基本上没有其他的一个实体快捷按键 它是一个单电池的一个设计 所以当你如果要实现UPS的不间断电源的话 你就需要从它下面走一个DC应 然后你通过它来进行换电 它恢复的时间啊就会变得重要 微谷这边呢整个恢复的时间是在24秒左右 那某马这边呢拔叉 那重新在街上 那整个速度呢基本上是在30秒左右 虽然少了这一路的电池输入 那相比于竞品A5来说 那这边多了一个SDI的接口 我相信有非常多的朋友看到这个SDI接口 就坐不住了 因为像我们团队不只有S3或者M4这样的机器 其实还有Fx6 那对于它来说 它就多了一种可以接入的选择 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可惜的一点就是 虽然塞下了SDI的印 但是没有SDI的Alt 那这点少少一点可惜 好了这个建设器差不多就说完了 大致其实大家都没有做的太多的区分 都是在1080P下去做文章 那为什么我今天会做这样一期视频呢 因为萌马今天发的是一款真正意义上4K的图传系统 那我必须跟大家说4K实在是一个太重要 太重要的一个东西 我从刚开始接触图传开始 我们玩的就是1080 然后包括大疆之前出的图传系统 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做4K非常难 但是像今年其实萌马不是第一个今年国内厂商自己拿出来4K的一个产品 但是我拿到这个产品的时候 我直接先问的是价格 这款图传它的价格是在三开头的 但是没有超过五 所以我决定给大家做这个图传的一个视频 那这个图传呢 我们例行先把它的外观给说掉 我个人是比较喜欢这样的一个小蘑菇头的一个天线系统的 发射端和接收端它们的侧面写的一个标识 TX和RX 像这边TX使用的是红色 RX使用的是蓝色 那这样子我们在包里面拿出来的时候 我不必要再看这个位置了 我拿出来就知道红色是给机器的 那这个接收端是给搭建的 这边中间也是可以使用一些小型固定螺丝 可以去转接四分之一的底座 背面这边呢是一个F550的卡槽 那你也可以使用970来使用更大的电量 那常规使用基本上四五个小时是没有什么大的问题的 那如果你使用的是更大一号的970电池的话 你可以维持一天 所以图传这段我倒是不是特别担心电量的问题 这边这边它提供的是两个接口 SDI接口 HDMI接口都是齐的 有一个小的问题就是虽然我们看到 它的HDMI和SDI的接口是相对来说比较丰富的 但是呢它也是有代价的 如果你要做环出的话 那HDMI和SDI呢就一个接口 环出会稍稍有点曲线 那下方是它的供电接口 那长时间供电 那这边我要着重说一下这两个接口 SDI接口和以往的图传都是一样的 它最高只能支持1080p 60帧 但是这一次的HDMI接口 给的是4K 那如果说我们有图传4K的需求的话 我们只能使用这个HDMI的一个接口 那这边大家注意一下 那这一面呢是它的开关键 以及USB的一个Type-C输出线 那这个输出线可以提供一些微弱的电力 我实测2W左右 那这个屏幕是我目前看图传在消费机里面 做的已经比较好的一个屏幕了 那这个屏幕呢 相对于其他的图传厂商来说 第一它是个彩屏 第二它屏幕比较大 第三 整个的操作按键的反馈逻辑还是非常棒的 那这点要给一个好评 那整个它的场景模式分为高画质模式 低延迟模式 还有一个均衡模式 所以说如果说你离得比较近 使用图传的话 你可以使用高画质 那如果说你有一定的拉距的一个距离的话 你可以选择低延迟 那这个根据你们的实际情况 其实它内部运算呢 就是一个压缩逻辑 那它压缩的比较大的情况下 它可以使用低延迟 压缩比较小的话 那自然就是高画质了 那接下来是发射器 发射器这边就比较有意思了 它这边有一个叫现场扫屏那一个通道 大家知道扫屏器 其实在以往的消费机图传里面 基本上是不带的 开机自解 哪个频道好就进哪个频道 但是萌马这边呢 把选择钱交给了用户自己 在这边呢 那我们可以直接选择扫屏的一个频道 扫完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在现场 所有的一个频道的一个状态 那这个时候对我们去选择现场的频道 是非常有帮助的 开机第一次使用的时候呢 我们选择配对 就可以把一拖二两台设备 那配对完毕 好了说完硬件部分 那我们终于可以来说4K图传 到底有什么用 那首先是第一点 也是最直观的 往往我们再使用一个监视器 比如说19寸或者是24寸大监 在监看总有些全景的画面 而全景画面在图传1080P的时候 由于图传一般会进行一些压缩 往往我们看到的画面呢 其实不算特别清楚的 那有些东西其实在现场看 看不清 会去电脑一看 哦原来这边是一个 我们自己灯光源的线 又或者是大力胶 那所以如果说有条件的话 其实你使用4K的图传 直接给到一个1080的一个大肩上的话 其实它能显出的画面 也比你原本图一个1080P要更清楚 那导演这边更容易监看 那说到监看呢 对有的时候我们在拍摄的过程中 甲方的场地也不一定 一定有电视机 或者是有专业的显示器这些设备 那每当这个时候我们通常会带一台大街 但是大街呢一般都是1080P的 那有的时候我们也会使用电脑的4K的显示器 来当作现场的显示器 明基这款EW3280U显示器最高支持 3840×2160 最高60Hz IPS显示器 拥有着32寸的超大屏幕 95% DCI-P3色域 高达99%的SRGB色域 可以呈现最真实的色彩 适合专业影视前期和后期工作 后背使用了通用的BSA挂扣板 可以轻松的转接任何一台影视的导演车 它拥有两个HDMI 2.0的接口 一个DP 1.4的接口 还有一个可以提供60W的快充C口 这次明基EW3280U 分别左右声道有单独配备两个2W的发声单元外 还有一个单独5W的低频单元在背后 效果超出预期 打游戏器的朋友如果有需要的话 当然也支持FreeSync的动态的帧速率 HDR400展现游戏中更多的高光影视节 3280U 它的定位是兼顾专业的影视后期和休闲娱乐 非常平衡的监视器 所以如果你有显示器需要的话 那不妨看一下 而在以前其实对于我们摄像来说 可能1080P突传还够用 但是大家知道在拍平面的过程中 如果我给你一个1080的屏幕去修图的话 那一定会疯掉 所以4K其实有一定意义上来说 它对于有平面图传需求的朋友 特别是你要把你的笔记本电脑 图传到一个显示器上面 这个时候我觉得4K它的用处就不用我来说了 好了我们收回视频 那我如果今天告诉大家 如果说我今天在拍摄一个访谈 又或者是我今天拍摄的是一个 镜头非常非常多的一些比较碎的 这样的一些视频的时候 我拍完我的初简就已经出来了 大家一个怎么想的 在这边我们使用的是 猛码4K图传去承接4K的一个信号 然后把这个信号通过短距离的图传 直接走到我们现场剪辑的电脑 我们需要当中去接一个BMD4K的录机 那这个时候我们要进行拍摄了 那首先我们先拍摄一个画面 但这个时候拍摄我们并不是去按相机的录制键 而是我们在电脑上直接进行素材的录制 当录制了第一条素材后 我可以直接把这条录制的素材 直接拖入到我的时间线上面 并且进行头和尾的粗简 我作为录制视频的本人 我直接可以在现场看到一条 已经粗简过的毛片 我觉得完全可以直接进行确认 这个流程对于有些团队来说是非常强的 那为什么说4K就可以1080就不可以了 那1080当然可以 但是我前面已经说了 1080的问题是有压缩 那它导出的一些文件 如果你碰到一些白色场景 或者是一些细节比较多的场景的话 条实时录制的链路里面 最差的就是那个图传的画质 所以最终你录出来的画面 其实画质不会特别好 而往往这个时候 我们因为要后期调色 我们还是选择使用原本 我们相机里面的素材 来进行后期剪辑 那现在4K给我们带来的就是 在保证清晰度的同时 最大化的保留了以前 我们够不到的画质 那虽然4K也是有压缩的 但是一个压缩过的4K 和一个压缩过的1080 对于短视频流媒体平台来说 4K已经完全够用了 那然后就对于我来说 因为我本质是拍电商比较多 所以我们在现场呢 基本上用监视器拍电商 还算比较少的 那基本上我们在现场 都会放一台电视机 那电视机这边呢 一般现在电视机普及了4K 所以在现场涂穿的时候 从之前来说吧 产品细节比较多的时候 就用电视机来确认对焦 又或者是确认一些 如果你需要看到很多质感的话 其实1080P和4K 我们实际测试 是真的差非常非常多的 所以没用机 然后大家又是大家知道的品牌 然后又是4K 然后又是1拖2 这已经是为什么要给大家做这一期视频的一个理由了 那然后最后呢 说了那么多缺点 肯定要来的嘛 缺点呢就是FX6的版线机器问题 因为它的机器内逻辑呢是 它可以让SDI to 4K的同时 它可以给SDI定义成4K 把HDMI定义成1080 但它的设置选项里面没有 HDMI设置4K的时候 SDI变成1080 这个对于我现在看到这个产品来说 稍稍有点尴尬 说某码看到这边的话 我希望如果可以的话 就是把这个三级SDI 就是1080的SDI口 也直接做成12级SDI的SDI口 第二个就是 我个人称之为缺点 其实也是一个可以改进的点 也就是在前端 那我希望在这边呢 可以有一个螺丝转V口的扣板 那这样子我就可以把整个接收器 这样挂在我的监视器后面 那这个时候呢 我只要给一个供电 可以改进的点 它也不能真正的存着一个缺点 就是这个小马的一个无线涂转系统 因为现在有太多的产品是 监视器一体收发 我现在已经习惯了 全用监视器一体收发 所以我是非常非常希望 厂家做一个4K的一体收发 贵点问题也不大 贵点问题也不大 所以对于一些实际上 使用的一些用户来说的话 确实 某马这次带来的一个产品 算是已经是一个跨时代的产品了 也非常的令人兴奋 而且已经出来了一个了 那其他厂家 应该也要考虑在这两年 赶紧把4K给普及了 我不知道有多少朋友以前在用 某马的专业线和微固的专业线的时候 会有一个经验 就是现场只要有某马的专业线 当我开一个微固的产品的时候 他们俩就开始要打架串屏 然后暴雪花 这个问题我提前测试过了 不光是微固或者是大疆 基本上在现在的消费级图传 当他们全部打开的时候 大家基本上不会互相干扰 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可喜可贺的一个事情 好了 那这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了 那如果说你对我的视频 觉得还不错的话 欢迎点赞,点赞,订阅,转发,关注 这也是有很多帮助的 那即使这边的视频 我们下次再见